好,接下来我们看内存分布的堆空间 在我们之前所讲的站空间和止读空间中 我们可以认为站空间是我们操作系统 给我们提供局部变量的一个存储器 那么其局部性主要在于站可以帮我们进行出站入站的操作 然后这样可以把我们的临时变量进行一个替换 而我们的止读空间更多可以认为 是我们c源程序员设计程序时 在我们系统运行之前就已经分配的数据空间 那么有没有空间需要在我们运行时 但是又要保留一定时间段的这样一个空间 或者这个目的来形成的一个空间段 那我们说这样的空间段我们就称之为堆空间 所以堆空间我们说它首先它的定位有几个定义 一个是运行时才有的啊运行时才有的 而我们的站空间呢也可以认为是运行时的 然后止读空间呢我们认为是什么 是静态空间啊静态空间 也就是说这个空间在我们的什么 c源编译时就已确定啊 编译时就已确定 那么我们的什么消失消失时间是什么呢 就是相当于什么是我们的整个 整个 程序 结束时啊 释放内存 那么这个内存相当于它的生存周期是什么 最长的啊 生存周期啊 最长 而我们站空间呢刚才说了运行时的什么 运行时的函数 内部啊 内部使用的什么 的变量 那么它的生存周期是什么呢 是函数一旦返回啊 就什么就释放 所以说它的生存周期应该是什么 是比较那个什么 小的啊 所以生存 周期是什么 是函数内啊 函数内只要函数一返回 这个变量就没有了啊 没有了 所以说这是两个不同空间啊 但是在我们实际开发中呢 可能又有个新的问题 就是出现了啊 就是说 呃 你可以分配空间没问题啊 但这个空间呢 我们 并不希望函数一返回就消失 而只是什么 成全决定或者是在某些特殊条件下 我才去什么 那个释放这个函数啊 那这种空间呢 我们就给它起名叫什么 堆空间啊 也就是说运行时啊 可以什么自由分配和释放啊 就是你的时间啊 生存周期是自由分配和释放的什么的那个空间啊 我们统一起名叫什么堆空间 也说我们如果说程序员有需要完成呃 那内存资源是一个什么可分可放啊 而且是自己管理的啊 自己管理自由分配的啊 然后再加一个字嘛 自我管理啊 的分配和释放的空间 那么这样的空间呢 我们就称之为堆空间啊 那么它的生存周期归谁管呢 就是它的生存周期 是由什么 是由程序员来决定的啊 程序员来决定的 所以说呢 对于堆空间来说呢 我们其实在记忆它的时候主要记忆两个啊 就是分配和释放 你分配靠什么来分配 释放靠什么释放啊 所以其实就这两个啊 那么对于这个地方呢 我们需要大家记住啊 记住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啊 也可以称为是标准 C元标准的一个库函数啊 叫mylock啊 mylock函数呢 那么首先来说 mylock函数的函数声明要先清楚啊 它返回一个地址啊 它返回一个地址 这个地址呢 就是一旦成功啊 一旦成功 那么就返回什么 返回分配好的什么地址啊 那么给我们 好 那我们其实就只需要干什么 是不是只需要接收就可以了啊 只需要接收 所以说这个函数非常好用啊 只接收就可以了啊 接收怎么怎么接收 原来说 那我们再定一个盒子 专门来搜这个地址不就可以了吗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话 mylock就非常好写啊 它的最常用写法是这样的啊 当然我们肯定要定一个新 这是不用说的啊 肯定要定一个新 因为我只有靠新才可以怎么的 是不是用mylock的内容去付给它 对不对 当然这个地方有新的问题 mylock分配的地址 只是个值没问题啊 但是地址有个新的属性怎么的 那么这个地址怎么读呢 对不对 那这个读法啊 那对于 对于这个新地址 新地址的读法啊 那么就是它的它的操作方法 什么的 由什么 由程序员啊 什么的 灵活啊 把握 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申请了 比如说100个字节 或200个字节啊 那我可以四个读 我当然可不可以一个个读 我甚至来说高兴了 我先一读100个 我再读四个 然后再读其他96个 信不信 也可以啊 所以说 具体的读法由程序员指定 所以这个时候mylock 它更多的时候 只是一个什么 把零散的 把一个初始的 没有任何 内容的一个空间 什么的 给我们程序员 这个时候由程序员来决定 他的什么 读写方法 比如说我们最典型的话 就恰 恰心啊 那么你最典型方法 恰的时候呢 实际上就一个字节 一个字节读 对不对 那我这个地方很想人 P接收过后 mylock怎么的 你是不是要告诉编辑 我最后的地址 其实也是个恰心 然后你复制这样的话 是不是没有出问题 对不对 所以这是mylock的第一种 返回问题 但还没完 因为mylock只是把返回给我 但我要分配多大 是不是要告诉系统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它的输入参数 它的输入参数 输入参数指定什么呢 指定分配的大小 像优势是内存的什么 一个重要属性 大小属性 而且这个大小 一定要注意啊 单位是多少 单位就是什么 B 字节 所以这个时候呢 比如说我现在想申请一个啊 申请一个什么 这样来说啊 一个int嘛 假如说我有个int 一个a 五个啊 五个a这样一个空间 那我mylock应该多少呢 注意 这时候mylock不能是五啊 不能是五 你只是五个 五个什么 五个sizeoff int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把整个这个空间大小 由mylock申请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呢 一般来说是字节 比如说一百两百都可以啊 这是mylock的一个基本使用 但mylock呢 我们也要注意他他不只是申请啊 申请 那说明还有失败啊 所以一般情况下呢 我们一定要在后面再写上一个什么 p等于空啊 就如果等于空了 我们就认为这个地方出现了什么 arrow啊 那么一代arrow呢 我们就一般来说你可以处理或者忽略啊 反正就是你至少要知道 我这边没分配好没分配好 你后面还能用不 记住就不能用啊 就不能用了 因为你的指针没有指向合法空间啊 指可能是个随机子或指向一个空地子啊 空地子是零地子 零地子我们说过啊 在内存分布图中 它属于我们什么操作系统保护的空间啊 所以这样的空间你是不能访问的啊 不能访问的 好 那么这是我们关于mylock中啊 需要首先关心的一个基本概念啊 基本概念 好 那么一旦申请完过后 这个空间消失吗 不消失 他不会有 也就是说你这个程序 不管你在哪个函数运行 你只要运行一次 他就申请一次啊 那么函数一旦返回 只能认为什么 P没有了 但是P指向的空间还有没有 还有啊 所以这个时候 那也要注意一个问题啊 有没有同学可能这样想 他我这样写一个程序呗 比如说 VUID FUN函数啊 一个函数 然后呢 我这里头就就把我们刚才 这段代码假设写进去了啊 写进去了 然后呢 他就说 那我什么事也不做了 就return一下 行不行 我们说这种函数就是典型的什么 内存泄漏的危机 因为你看 我申请过后 虽然说这个P啊 假设没有mylock的那个限制的话 那么P没关系 P在这个指函数中 是不是就相当于消失掉 因为他函数一返回 P指向的内容就消失 对不对 但是这个地方 P申请完空间过后 这个空间会不会随着 这个函数的返回而消失呢 我们说他没有啊 那所以说还存在 一旦存在 那这个时候 这个函数返回过后 我再想找到这个空间 想释放它 假设我突然想到了 要释放它了 我有办法找到函数 我们说这个时候就非常困难了啊 虽然肯定是有点什么其他外面写到的办法 但这个地方让程序员去做这样的办法去找到 可能非常的难啊 非常非常难啊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说就是一个什么 典型的内存泄漏 就是你申请了 但是没有释放 没有释放的 我没法 你内存就向上站在那儿啊 那么站在那儿呢 那个实际上就是说 你系统就认为我的内存可能还什么 还有工作啊 那么没有返回给系统 那你就不可能 为什么其他程序用啊 你可能写一个100还好办啊 但如果我们的系统是一个大型系统啊 多用户啊 比如说一个用户给他分配100个字节 让他处理他的数据啊 那假设有几十个啊 几百个甚至上千万个 那这个时候我们内存是不是就吃不消了 对不对 所以这种情况下啊 那么对于内存泄漏 我们一定要注意 尤其在MyLock分配的时候 所以说MyLock函数 也是堆空间中的分配和释放 必须配对啊 必须配对 那么释放什么释放呢 非常简单啊 他的释放异常的简单 怎么就free 就free这个函数就足够了啊 你他不会关心你的什么 这个MyLock申请了多少个啊 当然其实申请的时候 他已经知道了啊 然后你只需要跟谁 跟这个p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MyLock申请成什么地址 你就告诉我 你要释放什么地址 他就自然而然的把什么 MyLock申请了这100个字节 就是把 归还给系统啊 这个内容呢 你非常想像那个像什么 像我们在图书馆借书一样啊 你这儿借了100页的书啊 假设是一本书就一页啊 100本书啊 然后你free的时候呢 是不是100本一起还完 对不对 或者这本书100页刚好还完啊 全部还完啊 所以你的MyLock就free啊 那没有那个MyLock没有free呢 内存就会出现什么 泻漏啊 所以说对于堆空间呢 我们以重点那个语法可能好办啊 关键是一定要知道它什么时候使用啊 那么就说当我们什么 这个空间的运行时间啊 并不由系统来决定 就是并不是由函数的返回而返回 来决定它的生存周期的时候 那么也说它的生存可能会在某一个时间段内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该用到什么 对空间啊 所以这是我们内存分布的三大空间的啊 一个基本概念啊 基本概念 当然随着后面期课程的深入呢 我们对每个空间的具体使用 包括一些使用技巧 可能还会有更深的理解 感谢观看